大家好,我是尹叶。俗话说人有三级,但是我相信您跟尹哥都一样,有的时候憋着憋着,好像这个变异就能给憋回去。 比如说,恰好有三级的时候,重要的客户开会,又或者是赶高点飞机,没有办法,这样就是大家所谓的憋变经历。 您感觉就是少去了上厕所而已,但实际上,我们仔细去琢磨,尝到着实经历了一番斗争。 首先我们吃进去的食物,小肠消化吸入掉大部分营养成分以后,这些渣子就到了大肠,然后大肠就把他排出去,就加工成了粪便。 这些粪便激励到一定量的时候,到了直肠,你就会有变异了,开门。 那这个时候,我们这些肠道就要收到信息,告诉大脑,找厕所,粪便要出去了,大脑是想去,但是大脑同时收到一个信息,不能去,这会儿有很重要的事情,没条件上厕所。 好吧,大脑重新告诉肠道,哎哎哎,条件不成熟,守好大门,绝对不能放他们出去。 肠道收到指令以后,怎么办呢?只好把你这些扩约机,相关的肌肉都紧张起来,将大门紧紧牢牢关住,用蛮力再把粪便赶回了结肠。 那赶回了结肠,这些粪便怎么办呢?他们只能不断的上浇水分,逐渐的就被压榨得又干又硬。 这就是一个听起来好像有点不雅,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 你会发现天时地利人和想上厕所的时候去不了,后面带来的问题真是费时费力。 如果这种粘便一次两次还好,长期长到面对粪便效地的诉求也累了,也知道我也不要再去请示大脑了,反正找你也没用。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类似的条件反射,只要你有点这种想法,我就给你赶回去。 便衣就越来越少,逐渐的就不太想上厕所了。 而且越不去上厕所,水分越吸收,粪便就进一步的干硬,周而复始,恶性循环也就便秘了。 从这个意义上讲,人有三级,条件允许,不妨取得一些谅解。 身体健康最重要,别老跟自己的肠道过不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